上回书说到 诸葛亮跟刘备划分天下大事 刘备刘玄德当然要请诸葛亮出山 没想到诸葛亮摇了摇头 对不起将军 我愿意在家中耕种 懒于应命 那刘备能不急吗 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先生啊 情理可怜大汉朝的黎民百姓 如果您不出山 我刘备愿常跪在此 刘备哭啊 刘备是真的感情啊 哭到什么程度 三国演义原文写得很清楚 哭得一尽尽尸啊 刘备胸前的衣裳全都湿透了 您说刘备流多少眼泪 这一来把诸葛亮感动了 不光是眼泪啊 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 再说 诸葛亮也确实愿意福保一位 英明之主来完成自己 学习汉光武刘秀中兴汉史的功绩 诸葛亮赶紧用手相掺 将军 你一片诚心 将军 我已然知道了 您请坐吧 既然刘皇叔不嫌弃我孔明 我愿效全马之劳 诸葛亮跪在刘备面前 以刘备为君 自己称臣 我愿意效全马之劳 刘备立刻就不哭了 转杯为喜 把眼泪擦干净了 赶紧跑出大门 就把二帝观音场 三帝张飞叫进来 等观音场张飞两个人 迈步一进门 这两个人愣了 才发现诸葛亮年纪轻轻 也不过二十六七岁 观音场看了看张飞 张飞看了看观音场 心说 小小的娃娃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吗 瞧给大哥乐的 刘备用手一指 二帝三帝 上前拜见孔明先生 关于身世一理 关于拜见先生 恩老丈 拜见先生 诸葛亮 诸葛亮急忙打理相还 他再一看观音场 再一看张飞 诸葛亮立刻就明白 观音场是什么人情秉性 也了解 也了解张飞是什么脾气 因为诸葛亮不是简简单单出山 他出山之后 要辅佐刘备 要辅佐刘备重复汉史 他要掌握兵权 身为元帅 得知道手下战将是什么脾气 你只有知道战将的人性 才能指挥得当 用人恰到好处 二位将军请坐 关于尝抱拳拱手 有先生和大哥在此 焰有我二人的座位 确实是这样 平时刘关张弟兄是 十则同桌 寝则同踏 那关于尝张飞尊敬大哥 尊敬极了 只要大哥刘备望着一坐 后边站着的 就是关于尝跟张飞 今天面对大嫌 大哥刘备怎么尊敬诸葛亮 这哥俩能坐下吗 现在刘关张弟兄 见到诸葛亮先生了 刘备就吩咐关于尝 二弟呀 把从人带的礼物献上 关于尝马上出去 命人把礼物抬进草堂之上 诸葛亮急了 将军 我实在不敢受礼 哎呀 空明先生 这可不是聘大贤之礼 这是我刘备 向先生略表寸心 还望先生笑呢 诸葛亮是不要 那刘备是非给不可呀 不管怎么说 小小心翼 你必须得收下 诸葛亮推辞不了了 才命书童儿把礼物抬下去 然后诸葛亮 命人准备酒饭 款待刘关张弟兄 其实诸葛亮他们家 摆的也不是风风声声的酒席 做的饭菜不错 可是刘备呀 吃这顿饭吃的甭提多香了 这饭怎么这么好吃啊 他吃着饭瞧着诸葛亮 对呀 徐术徐员直告诉我 司马德操水静先生告诉我 只要我得着卧龙先生 就可安汉史天下 他越看诸葛亮 这饭是吃得越香 因为天晚了 所以当天 刘关张弟兄 就住在诸葛亮的家 这一夜 诸葛亮如何嘱咐黄氏 咱们书就不细表了 第二天早晨 大家起来 洗漱完毕吃过早饭 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军回来 诸葛亮就跟诸葛军说 三弟啊 我受到刘皇叔三顾之恩 不能不出山了 你要在家中 好好地耕地种田 不要荒芜了田园 待我功成之日 既当归隐 这可是诸葛亮 未出茅庐 就想到了功成隐退 但是诸葛亮 这点并没有实现 所以后人 曾经写过一首 七言绝句 为孔明叹息 身为生腾 撕腿部 功成应一去食言 只因先主 丁灵后 兴落秋风 武藏轮 刘关张弟兄 一看诸葛亮 嘱咐完了家事 就跟诸葛军告别 然后和诸葛亮 同归新野线 等君臣 到了新野之后 那刘备 对待孔明是 静如诗表 你别瞧 刘备比诸葛亮 大二十多岁 跟诸葛亮 实则同坐 寝则同他 终日顾论天下大事 关音长 跟张飞一看 平常大哥 跟我们 是一块吃饭 一块睡觉 这回有了 孔明先生 把我们哥俩 扒到旁边去了 关音长不服气 张飞也不服气 到底这小年轻的 诸葛亮 有多大的本事 诸葛亮知道 刘备非常尊敬自己 非常倚靠自己 所以就跟刘备说 诸葛亮 我看曹操 有南下之意 派曹人去樊城 为什么 就为了虎视京腔 因为徐原知只会得当 所以才打败了曹人 夺了樊城 曹操不会忘记报仇 他现在正在玄武湖训练水军 必然有侵吞江南之举 当然他主要锋芒 还是指向孙权 诸葛 您应该马上派人过江 秘密的打探一下孙权的虚实 好啊 既然先生有话 我立刻派人过江 刘备马上的派出戏探 到江东 然后派出戏探到许都 分别打探孙权 跟曹操的军情 所以说诸葛亮一出善 首先他注意的 就是江东的孙权孙众谋 因为孙权是英雄 也不可一世 自从小霸王孙策死了之后 孙权成绩了富裕的事业 他一心要创立霸业 统一天下 孙权一听 曹操竟然把袁绍灭了 以七万大兵破了七十万大兵 而且夺取四周 北征乌环打了胜仗 现在北风已定了 孙权就想 曹操已成霸业 不好办了 而且也不能小看了 兵屯新野县 一辅刘表的刘关张弟兄 因为孙权听说过 想当初 刘备在许昌跟曹操 青梅珠酒论英雄 曹操问刘备 谁是英雄 刘备把天下各阵诸侯全说了 曹操不露脑袋 说不是 天下英雄就是你跟我 曹操不敢小看刘备 我孙权也不敢小看刘备 所以说诸葛亮注重孙权 孙权也非常注重刘关张弟兄 孙权一想 我得开创我东屋的实力 所以他就在吴会这个地方 盖起了一座招贤馆 广纳贤士 这个招贤馆 是浩瀚末期的一个创举 吴会招贤馆 两个负责人 一个是谋士雇佣 一个是谋士张红 这两个人还挺负责的 所以四方宾客来的不少 有别人推荐的呢 也有毛遂自荐的 只要你有一点能力 有一技之长 全都欢迎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就震动了江南 江南的才子 江南的五父 全都来头孙权 其中有不少有本事的 头一个就是会计的 看则看得润 这个人非常有胆量 家穷 跟人家借书看 过目不忘 还有鹏城的严俊自曼财 佩献的薛从自敬文 汝南的成丙成德书 吴俊的朱环 陆继 吴仁的张温 还有乌上的骆筒 还有乌成的乌灿 这些能人知识 全都来到孙权手下 孙权就拜他们做木兵 非常尊敬这些文人莫可 还有不少武夫 头一个那就是吕蒙 自自明 这个人是鲁男人 还有吴俊的小将 陆迅自博言 狼牙的徐胜 东俊的潘张 卢江的丁凤 这些战将 一个个武艺高强 本领出众 孙权全都重用 升为大将 江东 人才济济 有这些人辅佐孙权 孙权的势力大盛 建安七年 曹操统一了北方 本来打算难争 他想控制孙权 如果孙权让自己控制 好办了 如果孙权不让自己控制 得找个借口 然后派兵攻打江东 灭孙权 这样曹操有方便的条件 他携天子令诸侯啊 所以就请天子 汉贤弟留邪 下了一刀诏书 命孙权 派个儿子送到许都 在朝中 陪王半价 这随朝半价 说得好听 实际上呢 就让你孙权 弄一儿子搁这儿 人质 只要你孙权 一想动会 我曹操就把你儿子杀了 这可是一件大事 曹操派使者 按着天子的旨意 来到江东传旨 孙权为难了 到底怎么办 是犹豫不决 孙权的母亲吴国泰 知道了 就把孙权叫来了 二大 你哥哥临终的时候 告诉你了 我们东吴 有国家大事 外事不决问周瑜 内事不决问张昭 前子入朝这件大事 既是东吴的内事 也是外事 而啊 你塑造周瑜张昭 共商决策 而遵命 孙权立刻传下话来 把周瑜周公瑾 张昭张子部 两个人请来了 这两个人来了一看 主公孙权在这儿 孙权的母亲吴国太也在这儿 就知了有大事 孙权就把这件事说了 让他们两个人拿主意 张昭就跟孙权说 周公啊 曹操命令我们前子入朝 这是用春秋战国时候 牵制诸侯的办法 我们要是不送呢 恐怕曹操就要兴兵 罚我东吴 那可就危险了 一尘之间还是送一个去吧 他说到这儿两只眼睛 他看周瑜 张昭也知道周瑜的脾气 而且知道孙权跟他的母亲 那是十分听周瑜的话 周瑜也确实文武双全 周瑜摇了摇头 子伯啊 你这句话说的不对 我们不能前子入朝 孙将军继承父兄基业 统帅六军八十一州兵京 两族将士用命 为什么要送治于人 周瑜说这几句话 真是长东吴的志气 确实周瑜有气感 自不忘 前子入朝 说得好听 实际上就是让咱们归附曹操 这就投降啊 请问孙将军愿意投降曹操吗 孙将军肯定是不愿意的 一投降就完了 假如曹操再下一道命令 找孙将军去许都 孙将军之子 在许都朝中 孙将军是去还是不去 去了就回不来了 这江冬就被曹操吞变了 说到这儿 周瑜看了看孙全 主公 这件事还请您三思 孙全听了周瑜这番话 把胸脯就填起来了 点了点头 好啊 公谨你的话我爱听 要以你之见 主公 你要问我 我主张就不要前子入朝 咱们先看看什么变化 然后以量测对付曹操 如果曹操敢兴兵来奋我江东 我们就举江东人马 跟曹操大战三江 让曹操看看东吴 可不是袁绕四周啊 哎呀 孙全听着这痛快呀 太夫人也点了点头 张昭一听 孙全看着周瑜 周瑜说的又是有理有据 张昭就不敢坚持 宋子入朝的主张 因为他也知道 小霸王孙策跟周瑜 什么关系 再说孙策临终所讲过 国家要有了外事 一定请周瑜做主 现在说不定 哪天曹操 就会大兵南下 真要用兵 周瑜是东吴的 晴天搏鱼柱 架海紫金梁 我张昭行吗 我张昭可以保着孙全 处理一些国家内事 但是要跟曹操大仗 全都得仗着周瑜呢 周瑜现在是东吴的水军 大都督 文韬武略 超常过人哪 所以张昭不说话了 孙全明白了 好 公瑜之言正合我意 我们就不说 看曹操敢把江东怎么样 子布啊 对曹操的使臣 还要客气一点 这件事 子布 你就去处理一下吧 望里蜿蜒拒绝 把他打赴回许都 遵命 张昭领命 好言回复了曹操的使节 就把这使节 打赴回去面见曹操 这就说周瑜周公锦 确实了不得 到后来周瑜死了之后 诸葛梁过江吊校 在纪文里也提到这件事 吊军气概建筑纳志 使不垂斥 忠能奋义 周瑜 真是在江东 起了决定的作用 这个使者 让张昭 张子布打发走了 回到许昌 面见曹操 把这事一说 曹操呵呵一笑 好啊 不错呀 孙权 举结得好 其实曹操 并不是夸孙权 这一来曹操就找到了 大兵南下的借口 我要兵法 江东 灭孙权 没想到这时候 曹操突然间 又得了一个情报 说孙权指挥人马 兵法江夏了 孙权为什么 要打下口呢 因为孙权 要给他的父亲 长沙太守 孙坚报仇 仇人是谁 是江夏的皇族 孙权带着人马 杀奔江夏郡 要灭皇族 没想到 这愁没爆料 还死了一员大将 死的是东部的先锋官 大将灵曹 灵曹勇猛杀敌 第一个带着战船 冲进下口 被皇族布下大将 甘宁 用剑给射死了 灵曹的儿子 灵统 就在孙权旁边呢 好啊 甘宁 也射死了我的父亲 小将灵统 冲上前去 把父亲尸体夺回来 放到船上 孙权没有办法 只好收兵 回到了东吴 到了建安 十二年 冬十月 孙权的母亲病危了 这位吴国泰 在临死之前 就把张昭张子布 周瑜周公锦 招到自己的床塔之前 子布公锦 你们也知道 我们姐妹同嫁孙氏 不幸长子孙策扫上 把江东 交付了我次子孙权 我死之后 望你们同心相助 两个人跪倒在地 点头应允 然后吴国泰又嘱咐 儿子孙权 儿啊 你继承了父兄基业 你可要知道 创业难 守业更难 今后 你对待张子布 跟周公锦两个人 一定要尊敬 相敬如师 不可怠慢 儿尊命 我再告诉你 我的妹妹 跟我同嫁你父 我妹妹也是你的母亲 我死之后 你怎么孝顺我 你就要怎么孝顺我的妹妹 我妹妹生下一个女儿 她可是你的亲妹妹 你要恩养她 为她选择一个好女婿 母亲您放心 儿一定遵命 儿啊 你可不能忘了 为你的父亲 报仇血恨 尽人子之道 孙权流着眼泪 跪在母亲床榻之前 母亲放心 而一一谨记 孙权的母亲 这位五太夫人 嘱咐完了儿子孙权之后 一闭眼就离开人世了 孙权为母亲办理丧事 咱们说书就不细表了 转过年春天 孙权遵照母亲的遗嘱 要兴兵灭皇族 为父亲孙奸报仇 就把张昭跟周瑜两个人请了商议 张昭就劝 孙将军 您现在正在守孝 国丧其间 要是按规矩呢 聚丧守孝其间 是不能动兵的 起码得守孝一年之后 才能打仗 孙权皱了皱眉头 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就有点犹豫 周瑜这件事 还是不同意张昭的办法 他笑了 此不忘 要以我看 对待老规矩 也不必过分拘泥 报仇血恨何待七年呢 我们灭下口 皇祖 那就是照吴泰夫人的遗嘱形式 进的可就是孝道啊 孙权高兴了 空尽哪 你的话正合我意 我要亲自率领人马 跟皇祖决意死战 请都督点兵十万 立刻发兵 孙权出兵了 皇祖在江东的细作 打谈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跑回江夏军 报告了皇祖 没想到皇祖听完这个消息 哈哈大笑 用手指着江东 嘿 孙权哪 你要报复仇 好啊 胆量不小 你父亲孙坚死在我手下 你哥哥小霸王如何呀 也不敢动我皇祖 一根寒毛 你主持江东才几天 竟敢起兵跟我决战 正好 我皇祖借此机会 灭你孙权 夺取江东 皇祖立刻传下命令 皇祖 跟孙权两兵交战 到底谁胜谁负 下回再说 皇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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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